YO 大家好 我是万森 今天我们要看的案子叫国泰明乐 这个案子是一个合建案 地主占了50% 基地在永和的明乐街35项1号 目前正在拆除旧建物 预近116年会完工 基地周遭都是屋林比我还大的旧公寓 本案也是两栋旧公寓拆掉重建的 接待中心在永利路196号 走到基地要9分钟 最近的便利商店下楼1分钟就到了 更多的生活机能要到成功路二段 这边会有全联和少部分的店家 走到这边的时间也仅需要3分钟 超热闹的德河路也是5分钟就可以到 这边有最重要的麦当劳 天气热不想走路要去逛卖场吹冷气 爱买开车6分钟是很好的选择 小孩上学也不会太远 秀朗国小走路10分钟 永和国中和福和国中走路都是12分钟 开车接送的话5分钟都可以到 我是肯定会训练小孩走路上学的 让我每天多睡5分钟 累积30年也是不小的数字哦 本案基本资料如下 楼层地上14楼地下4楼 基地400平 用途规划是住家使用 住宅户数总共有64户 车位66个 公社比是32-34% 管理费1平100元 产品规划26-50平的2-3房产品 投资新建国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接待中心在永和的永利路196号 基地位置在永和明乐街35向1号 这是我家一楼平面图 红色箭头是身为司机的我唯一的通道 黄色是家庭成员提前吹冷气的大门入口 走到社区大门 太太习惯地跟宝权点个头 并且示意 她又网购了一堆东西 请帮忙寻找 交易厅 看到一堆外送的食物 不知道有没有我今晚的宵夜 我们已经预约年底的妈妈教室 准备要帮女儿办一场小学入学的生日party 健身房是我团结肚子的一大威胁 我不容许肚子进行分裂 瑜伽教室是不可思议的地方 人体居然可以折成这样 我的膝盖发出声响叫我赶快离开 信箱区是我最不想来的地方 除了广告传单就是满满的账单 我们家的垃圾冷藏在一楼 倒垃圾的工作终于换人做了 还好外面有一个公共的洗手台 不然我又要被碎碎念了 这是10到13楼的平面图 一层五户共用两部电梯 今天我们会住三个户别 C户是最小的坪数 现场说已经卖完了 所以没有价格可以提供 另外B户以及D户都是属于边间的房型 我回来了 一进门看到太太精心挑选的沙发 不由自主的赞叹 这组好贵啊 我们家的鞋柜专属于女主人 其他人的鞋子是freestyle摆放的 运气好的话还能找到限量球鞋的另一只哦 赶快洗个手把一身的脏衣服换下来 没准准不是因为技术差是我忘了开灯 公用卫浴统一用横拉门 上次女儿夹到手的画面我还记得 我有跟她说对不起了 帮她洗澡把她挤到门外是我的不对 这么热的天气该翻冰箱找冰淇淋吃了 这么窄的过道也难不倒我 我可是螃蟹走路的达人 绝对不会撞到桌角 储具和冰箱的位置就像是特别为我设计 中间留了一个很大的空间 让我从阳台收衣服非常的方便 女儿的卧房放单人床就可以了 我不接受带男朋友回家 儿子的卧房目前只放了张婴儿床 这边没有光害 我希望她一天可以睡20个小时 只要起床吃饭和吃药就好了 长大之后一定要控制好她的饮食 不然大尺码的衣服和书桌可能会有点紧绷 两间次卧的床头都统一压了大梁 姐弟两个以后不会吵架了 回到卓室准备睡觉 衣柜是我不太敢打开的 打开前一定要全神贯注 山崩要随时闪避 否则一定会窒息 冷气主机放在窗户外面 不占阳台的空间 也让我失眠养成阅读的好习惯 这是我的家 C户夹配图26.16平 我回来了 进门玄关放了一盆花 总是让我心旷神怡 小孩的鞋子终于有地方可以放了 但是我的鞋子还是要freestyle 转弯看到厕所的门 仿佛有个声音叫我来哦来哦 打开灯 湿戳冲碰插 面带着微笑 看着淋浴间的门 小孩专属的淋浴间也不过如此 这年头小孩的淋浴都比成人好了 餐厅是我们一家人沟通情感的地方 佩佩珠以及阿奇优优园的剧情 一直是我们吃饭的对话 终于拥有封闭式的厨房了 关上门就不会被发现我偷吃冰淇淋 享受完冰淇淋 当然要到后阳台工作 两个小孩的房间都可以放双人床 这样就不用担心睡觉会滚下床 而且都可以从窗户玩 游几台车到地下室的游戏 这两个衣柜我们没有做门片 这样可以一目了然衣服的位置 绝对不是因为会卡到书桌 客厅我很满意 有充足的光线让我不用再开电灯 时间不早了可以睡了 主卧室窗帘 我们刚换成完全遮光 一早的阳光会让我无法赖床 小心翼翼的螃蟹走路经过地雷区 千万别吵醒熟悉的地雷 睡觉前洗澡是理所当然的 当我洗到一半地雷爆炸啦 他爆炸着说 现在都几点了才回来 每次这么晚回来洗澡都要朝我睡觉 你是不会到外面那间洗吗 可是可是外面那间我进不去啊 这是我的家 低户加配图36.91屏 低户13楼 屏数36.91屏 总价3237万 单价一屏87.8万 优惠价格3040万 万森猜测底价落在2978万 我又回来了 奇怪我怎么会说有 一进门我赞叹我家的玄关 不只有鲜花座装饰 我的限量版球鞋也有个归宿 赶快洗个手顺便把湿搭搭的雨衣脱下 打开灯顺便开干燥机 这样雨衣很快就干了 最近都会下雨 明天还要穿呢 太太原本要把餐厅设计成铁板烧 还好我强烈的坚持 才有这么棒的品酒空间 进到厨房我的心全凉了 不只是用瓦斯的封闭式厨房 后面还有一整排的收纳空间 距离过年倒数八个月 我这辈子不想要自己准备年菜 看来要另外再想个好借口了 收衣服的时间到 看到冷气室外机轰轰的在运转 这么热的天真是辛苦他了 帮他安排一个顶盖空间也合情合理 这间是儿子的房间 儿子给大一点的房间也是非常正常的 我已经设想好 他以后会跟我抱怨大梁 我就可以立刻回他 你睡另一边不就好了 我家的客厅很宽敞 朋友都很喜欢来这边连线打桌游 而且阳台种了密密麻麻的植物 我们玩累了都会看绿色植物保护视力 顺便看老邻居有没有在家 沙发后面是女儿的床和太太的衣柜 还记得挑房间的时候 太太冷冷的说 女儿睡这间衣柜给我用 你们的衣服都是我在买的 看到女儿在床上跳上跳下 我知道这只是告知并不是询问 可以回房间准备睡觉了 住进这个房子后我们多了一个家训 晚上9点以后不能在客厅看电视 会吵到北极熊的冬眠 从住进这个家开始 我洗澡的时间越来越长 开门看到马桶总觉得应该要蹲一下才对 这是我的家 B户加配图49.95平 B户三楼 屏数49.95平 总价3879万 单价一屏77.66万 优惠价格3640万 晚生猜测 底价落在3568万 看完了隔级图 我们统整这个案子的优缺点 优点第一点 建设公司的品牌 台湾应该没有人不知道国泰建设 在业界的评价也是非常的高 第二点 镜像住宅 基地位处镜像内 没有太多的车流量 废弃以及噪音相较于大马路上好上许多 第三点 生活机能完善 虽然不是位属中心商业区 但是步行五分钟可以满足日常所需 拥有生活机能却不用忍受杂乱 缺点第一点 捷运距离远 最近的捷运是秀朗桥站 步行的时间将近要20分钟 对于依赖捷运的族群不太方便 第二点 四周皆为老旧的公寓 低楼层与老旧公寓相望 视野不佳 未来若是周遭陆续合建开发 营建的噪音恐会圆圆的不绝 第三点 地主户比例过高 本案整合阶段是地主自行整合 而且同意度达到了百分之百 向心力非常的强烈 建商只负责规划以及兴建 地主分回的比例超过了一半 很难想象未来官网会开会的情形 第四点 总价门槛高 本案总价最小的频数都要2000万起跳 最高甚至会突破4000万 标准的双新家庭会难以负担 最后万生对本案的推荐程度是A-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帮我按赞订阅以及分享 记得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一个暗场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